去那边搜 那边搜子 快 慢点 走 那边 快点 去这边看看 其他人跟我来 那边去几个 这边没有 都搜仔细了 这边没有 这边我也没有发现 快 去那边 走 后面看看 这边这边 搜这边 这边这边 往那边搜 你们几个去那边搜 诺 我说这个郡王呀真是厉害 我们这么多人 居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跑了 我是真服了他 他就算再厉害 今日也得死在这里 诺 刘庄主 子 有 这边 他就要 你 他就要 你 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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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快 少主 少主 刚刚撤退的号角是您吹的 西楚州的军队已经快攻过来了 你们立刻撤退 舍弃此地 我们的探子遍布整个沙漠 为何没有任何消息传过来 蠢货 我大老爷赶过来 拿的是来骗你的吗 朱妖妥偷走了 马大胡子的布防图 交给了东平郡王的人 他们绕过了你们的探子 离开滚回就向老爷子禀报 多谢少主通报 我们立刻离开 朱管家 你来我这里不止一次了 次次都带着重礼 你救人的心 我是明白的 不过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戈壁上失踪 就只有一个可能 被马大胡子的人给绑了 本官已派人前去剿匪 请你静待几日 应该会有好消息传回来 可是这沙匪 可是什么 别以为本官不知道 你一边找本官跟官将军 一边又派人打听沙匪的下落 想用重金赎回你家小姐 你可知这是扰乱本官的剿匪计划 小人不敢 小人不敢啊 大人 况且 现在正是剿匪的关键时刻 你若是走了半点风声 那诸府是脱不开通匪的嫌疑 这通匪 可是满门问斩的重罪 小的明白 明白 明白就退下吧 有什么消息 本官会叫人通知你 多谢大人 大人 慌慌张张干什么 说 大人 关将军 受到杀匪的布防图 已经出罚剿匪了 什么 大人 又让莎妃跑了 上去 郡王 军王 没准来取一步 还求郡王赎罪 你现在立刻去追他们 他们刚刚逃走 没准还能追上 快去 挪协巨王 属材症就去 少爷 跟我走 诺 阿爷 你是怎么抓到我的 少爷 我们在城门口遇见一男子 挟持郡主而来 他把郡主打云后不知所踪 是郡主给了我们沙匪的不防徒 他说少爷被困在沙匪的寨子里 情况危急 我立刻让关将军点了饼架 和我赶过来 他现在人在哪儿 小刘和他去了前面的驿站 好 好 先让他在附近待着 多排几人照顾他 别让他落入东方市的手里 还有 别告诉他我受了重伤 免得他担心 书下明白 刚刚来了一个人 说要与皇上在小丘陵开战 我怀疑他们这次 就是冲着师父去的 海燕 你让所有的护卫 现在立刻起上去小丘陵 如果看见师父 关键时刻 助师父一臂之力 那少爷你之力 我没事 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扎青 韩依 放下剑 他不是敌人 诺 退后 放下武器 诺 没事吧 少爷 好 好 好 我 我 好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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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辰后便可醒来 多谢沈医 郡王殿下没事就好 韩徒领 朱丫头在哪里 我能否见她一面 朱丫头 就是你们口中的郡主 这 没有郡王的命令 属下不敢擅自做主 罢了 等她醒来还有好一段时间呢 没事 我先去萧经库开开眼 待会儿再来找她 并韩统领 西楚州之府杜大人求见 想请郡王和韩统领 移居西楚州之府 休养 告诉杜大人 凡是等郡王醒了再说 诺 郡主醒了 这不 这是刚做好的润喉汤 您快趁热喝了吧 陈豫呢 他现在在哪儿 郡主放心 我刚刚收到韩统领传来的消息 少爷没事 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他没事就好 没啊 没想到郡主啊 你还真活着 这王爷要是知道了 肯定特别开心 对了 对了 之前送您回来的那位公子 是谁啊 虽然他打晕了郡主 但是我看 他还挺为郡主着想的 是您的心上人吧 他才不是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 说总管 小姐有消息了吗 钱塞了一堆 屁消息都没有 那怎么办 地里现在还有多少现银 还有一万两 给我提五百两 我去到消尽窟 听说乔斐的队伍已经出发了 我要想打听更确切的消息 估计还要塞不少钱 传消息给家里吧 这事不能再瞒着朱老太爷了 请朱老太爷 替五十万两现银 到西主州来 诺 买丁回首 买丁回首啊 嗨 来来来来 我的眼睛 六十六 大 少主 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功夫 将召集链全部发下去了 两日之内 西楚州内的所有高手 都将齐聚明月山川 有明月在明月山庄 剩余的势力 都通知了 只等少主一声令下 与夫人 我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去做 尚主之官吩咐 来来来 请 买丁离首 买丁离首啊 二一小 有了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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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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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离首 来 丁离首 是有哪儿吧 下注 下注 坐牙子 快快快 下注 下注 让 让一让 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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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爷 什么会儿把您吹来了 刚把沙匪窝给搅了 上着赏着赏钱 闲来无事 过来消遣消遣 来啊 两位爷 刚才说什么 您把沙头给端了 怎么 不相信军爷说的话 不不不不 谢谢 谢谢 两位爷辛苦了 来来来 喝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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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玩啊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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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玉夫人 原来公子还记得妾身呢 妾身却不记得弟子了 萧金窟的老板娘 哪有人不认识 在下司马寿 司马公子赌迹精湛 妾身佩服 不知公子在离开之前 可否与妾身赌一把 五十万两银子一举 怎么样 玉夫人这么想跟在下赌吗 高手寂寞 难得遇到一位 势均力敌的 当然想跟一把 难道公子不这么认为吗 玉夫人说得是啊 但是玉夫人 在下现在确实有急事要办 不然玉夫人的赌局 等在下闲了再来 可好啊 好 妾身随时供奉公子大驾 告辞 王主不 听闻此次贾匪大获全胜 不知道是否有叫出我家小姐 杀匪窝中 未找到周小姐 没找到 没找到 快走